相同新发现我们在现场 大家好我是滋滋 今天在我们湖南湘西的十八栋村 举行了一场别开生命的半城马拉松比赛 这场比赛除了有专业的运动员之外 还有我们的农民伯伯 学生 老师 男女老少 都来参加了这一场比赛 你们听后面他们正在喊口号 正耳欲聋 华人跑大 勇敢不信 华人跑大 勇敢不信 七十一岁跑了八十一岁 今年七十一了 这子女是孙农民 跑了下来二十公里我即将跑全马 以前多毛多病 经过跑步 医院都不要了 我从来不去医院了 我是公园 五十二岁 拜马全马我没跑过 今天一跑就可以了 加油 随着一声枪响 选手们在马拉松世界冠军孙英杰的领跑下 跑向前方 从十八栋村李子寨出发 终点为十八栋村新村部 全场约为二十一公里 虽然下着大雨 赛到湿滑 也并没有浇灭选手们的热情和斗志 大家全力奔跑 突破极限 收获属于自己的荣耀 因为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十八栋村 我们的生态表现特别好 而且今天下点雨 温度也挺适合跑步 在十八栋村进行的马拉松赛跑 带给选手的不仅是激情酣畅的运动体验 也是一场享受苗乡独特风光的奔跑之旅 感受赛道沿途淳朴的苗家风情 和绝美的自然风光 亲身体验十年以来 精准扶贫首唱之地的发展变化 人与大自然的融合 是在我们这种城市是感受不到的 我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我们十八栋村 听着我们十八栋村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文化 民族的文化 来感受奔跑的过程当中的体验 大家奔跑的样子真的很美 无论是长跑还是短跑 大家都一起坚持奋斗向前进发吧